最近新北市疫情大爆发 大家宅在家里头 垃圾也变多了 清洁队也陆续有379名队员感染 也造成他们的工作量增加将近两倍 卢州救援民清洁队的班长 上班到一半突然昏了过去 紧急送医装上液克膜抢救 但是仍然宣告不治 留下三名子女还有70多岁的妈妈 更是哭断肠 环保局说将会比较因公殉职 从有抚恤 在休息不够的旋律 一包两包人手好几包 赶着来丢垃圾 清洁队员发现疫情大爆发后 大家减少外出 或是因为居家隔离人数变多 垃圾量明显多了很多 外带量变多 有时候快三年 太多 鸡毛 都没有出去啊 大部分都宅在家 会比较多 一点两趟啊 差不多一顿多了 我们想要请假都没有人力啊 本土确诊数从四月起 屡创新高 外送外带成常态 民众在家制造爆料的垃圾 清洁队员还得清销大型废弃物 工作量暴增两倍 人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还有越来越多队员确诊 新北市清洁队统计 陆续就有三百七十九人染疫 陆周一名清洁队班长就在上班时突然昏倒 姐姐送一桩叶克摩抢救后 仍宣告不至 留下三名子女和七十多岁老母亲 让太太瞬间失去依靠 环保局承诺会赶紧招考补充人力 避免再有类似汗事在发生 这里小声林米洲 新月报导